好的 欢迎回来 最近有计划出境旅游的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 今年暑假境外旅游的价格明显出现了下降 4000块由日本 89000块由澳洲的项目是遍地开花 如果您有关注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 就不难理解为何境外旅游市场会出现刚才说到的情况了 5月底人民币对美元爆出6.199的中间价 再次刷新汇率改革以来的记录 5月初国务院会议提出要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 并首次提出今年将推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 近日由中京董事总经理黄海舟和央行职员周成军 执笔的课题报告 新形式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公布于众 报告呼吁进一步加快资本项目开放 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2005年汇率改革重启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已经累积升值超过了30% 人民币价格的变化也透过境外旅游 境外置业这样的方式为人所知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加速开放资本项目意味着什么 今天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是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 我们看到最近有官方和民间都有讨论 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些比较明确的信号 很多媒体将这个解读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您觉得这种理解有偏差吗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不是很全面 我觉得我们讲的资本向下的开放 既包括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国际使用和结算 同时也包括了整个人民币或者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 更好地融入整个全球的金融体系 那么这里面的既包括说我们可以允许 无论是居民还是企业能够以人民币购换 海外的货币进行海外的资本向下的投资 同时也包括海外的资金可以通过资本向下 能够进入中国进行资本向下的投资和商业的运作 我们看到现在人民币兑美元已经达到了一个6.19 这样一个新的低位 那如果人民币开始自由兑换的进程以后 它的人民币的价格的走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从整个人民币的趋势 进一步的趋势来讲 我觉得其实经历了30%左右的人民币升值之后 我觉得其实可能人民币的这个进一步的升值的预期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逐渐在降低 但这里面可能短期出现了一个加速的一个升值的趋势 这里面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即使是我们的经济出现了一定的放缓 但是可能跟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讲 因为各个国家都在进行一个比较进一步的宽松的政策 那么导致中国目前现在这个利率水平 由于中国的央行最近决定是不降息 所以我们国内的这个高利率 其实对整个全球越来越膨胀 这个游资有非常强的一个吸引力 有一些经济学家说可能会升值到4左右的位置 对美元那您是不是觉得这个估计太激进了一点 我个人觉得这个估计可能是比较激进的 可能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根据我们国际货币金组织 或者这个IMF的这个估算 其实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购买力评价PPT的这个价格来估算的话 人民币可能对美元比较合理 这个估计区可能在1亿美元对5对R5人民币左右 所以我就考虑到我们这个国内很多经济的很多部门 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 比如我们的住房 比如我们的医疗 比如我们的养老 从这些方面来讲 我觉得其实我们给它一定的这个制作空间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1比6左右 可能相对是一个比较均衡 或者比较合理这个汇率水平 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我觉得大家都可能听了很多 就是我们东南沿还有很多外贸出口型的这个企业 那么从过去三五年的事情来讲 就是说人民币升值30% 对于很多这种外贸出口型的企业的这个利润率和 它这个存活的这个能力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再进一步的升值三分之一的话 那我就对于很多的这个外贸出口型的企业 会是这种灭顶之灾 所以我才想我们的中央政府 我们的这个中央银行 在考虑到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时候 肯定也会考虑到这个货币政策 或者汇率政策 对于我们整个全国的经济的各个方方面 它可能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那我们再来谈一下它的时间进程 现在有媒体预测 可能在三到五年内 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就能够成型了 您觉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吗 我个人是一个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是这样的说 从前一段时间 我们把人民币每日这个波幅的 这个波动区间 从这个0.5%扩展到1% 那我觉得这已经是发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 也非常有建设性的一个信号 那么在1%的这个前提下 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有一天会把这个波动幅度 从1%增长到2%或者甚至5%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够达到波幅达到5%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国际汇率市场 除非是有特别大的这种国际形式的动荡 否则5%的波幅是一个非常宽 对于汇率市场来讲 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波幅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能到到那一天 甚至我觉得可能2.5%的波动率的话 已经可能就是我们人民币就已经接近了 相对是比较市场化定价这个机制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 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其实人民币自由兑换 它的一个终极意义 可能就是给国内的这些资本进行重新的定价 那一旦国内的这个资金的成本上升的话 会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吗 我觉得可能是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一方面就是随着人民币的升值 就是如果只是从简单的消费这个层次来讲 其实是中国居民的购买率会是提升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们会发现可能对国内控制通货膨胀 会有一定的帮助 但与此同时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两个方面 就是从利率的水平 就一方面是存款的利率 一方面是贷款的利率 那么国内其实从贷款利率的角度来讲 经过过去两年的这个利率市场化的一个进程 其实大家很多人认为 已经是比较接近于这种均衡水平 或者已经比较市场化了 那么反而很多人觉得是说 这个存款的利率相对仍然是偏低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允许这个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之后 那就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资本 会觉得海外可能有些机会 比如说我们这个澳大利亚 它这个利率水平相当比较高 那么可能会出现有一些资本 去流出国外居住 这个回报更高的这个投资的机会 这点究竟对于企业来说 是它会获益比较多 还是说从储货来讲 它会获益比较多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取得于 到时候整个到底是说 整个这个资本流入和流出 相互之间这个平衡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弱关系 好的 谢谢祝您先生跟我们做出的点评 由此看来会改重启以来 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机制 正在逐渐成熟 这种局面为现阶段资本项目开放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 将越来越强 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 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